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韋如 台灣的疫情還在高高的 一下高一下低 還沒看到鏡頭 所以指揮中心有很多的防疫政策 日新月異 當你遇到狀況的時候 你不知道自己怎麼處理的時候 要怎麼辦呢 請趕快加入健康2.0的LINE好友 裡面有很多有用的資訊 告訴你現在應該要怎麼做 沒錯 現在的確診者 基本上你就要拘隔7天 然後快晒陰性之後你就可以出門 通常大家快晒陰性之後 都會覺得自己舒服 但是接下來這幾天 一定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體 因為有些病人就是在這段時間 病情急轉之下就突然離開了 對 真的很可怕 我們都想說這次的病毒 因為大家還不是很了解 有所謂說 怎麼我康復了之後還有後遺症 就像在講常新冠 是 實際上這個病毒 之後到底會造成後遺症 跟你的免疫系統有關係 還是它跟你的帶狀炮疹一樣 病毒還是會躲在你的身體裡面 再出來作怪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特別是最近有一些人 竟然被感染了新冠之後 心臟有問題 沒錯 一開始我們現在看 比較不幸的消息 就是非常知名的編劇 她的15歲職子 她也是在確診康復之後 回到學校去上課 沒有想到就突然離開了 跟心肌炎是有關係的 會有問題 原本好好的一個小孩子 然後也準備國中畢業要升高中了 然後突然間就消失了這樣子 那當然是對於這個 她的家人家屬 一定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那她的狀況就是 大約在5月底的時候 其實她是有發燒 然後也快篩陽性這樣子 那當然後來就是確診了新冠肺炎 可是她其實也在自己在家裡做了居家照護這個部分 然後也最後是快篩陰了之後才返回學校上課 可是很不幸的她就是在返回學校上課的時候 突然間指示老師還在點名 她就突然倒下了 就整個就暈倒 那當然最後是鬆疫不治這樣子 那整個狀況讓家屬就是很震驚 然後也措手不及 因為後來當然這個死因是有判斷說 就是除了新冠之外 還有一些什麼急性肺水腫 等等一些相關比較重症的一個表現 整個過程當然就是讓大家非常的傷心 那另外當然我們也關注到就是說 除了這個年輕人的案例之外 我們國內確實在這一段時間有出現非常多 就是病情反反覆覆 而且就是變化多端的 包括我們看到有一個80歲的一個老先生 他在家裡 他當然就是5月底也是5月底的時候確診了 那他去醫院看過 醫師是說沒有什麼大案 就請他回家 可是在家裡居然三天之後 開始出現有這個呼吸不順的一些狀況 還有咳嗽 所以他又回到醫院 那醫院這次就是有診斷說有肺炎的狀況 所以他就在醫院也住院了 可是住院也好啦 好了也回家啦 結果沒想到26號 5月26號好轉回家之後 5天後居然就是變成心臟衰竭死了 那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等一下也許需要專家做一些分析 那還有50歲的一名女性 她本身可能是澎湖人 因為她是在澎湖的三種分院那邊做治療 她的狀況也是 在6月1號的時候她陽性確診了 那個時候有同時查出 她有急性的心肌梗塞這樣子 所以醫院馬上做處置 就是幫她做了這個做心刀管手術方支架 然後當然同時有用一些抗病毒藥物在做治療 也轉到這個敷壓隔離病房 那整個過程好像似乎蠻順利的 就是她在這個治療之後 幾天之後也順利的出院回家 可是居然到6月7號 也就是時隔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突然意識喪失 也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不治 所以這幾個案例都是讓大家匪夷所思 會覺得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 我們就要請教袁醫師 這三位案例都是在我們過了 至少都過了7天了 對 都是我們覺得她已經應該沒什麼事情的時候 怎麼都有出了問題 而且重點是都跟心臟有關係 這個新冠這個跟心臟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說實在的話 目前新冠肺炎這個疫情 我們大家都不是專家 大家都是且戰且走 來學習我們的經驗 我們只知道平常流感就容易侵犯心臟 它就會造成心肌炎 以前最具代表性的是誰 星星王子 它不是裝葉克膜的時候反而導致它被 最後還截肢等等 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病毒是會侵犯心臟的 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就是 我們在感染上這個心肺炎的時候 它現在有兩個可怕性 一個是它病毒本身會侵犯心臟 第二個是疫苗 因為疫苗的做成的過程中 有些時候會激發一些免疫的反應 免疫反應的時候 有些時候就會直接會破壞心臟裡面的一些 肌肉的蛋白質 那導致它心臟就開始有點怪怪的 那通常這幾個描述 多半是發生了一個心肌炎 然後造成一個像是 像是個心率不整 也就是說它本來好好的 突然間跳跳跳 亂跳 等一下亂跳的話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心肢顫動 心房心肢顫動 尤其在心肢顫動的時候 它突然間 血瞬間打不下去的時候 所以病人很明顯會在前面 本來是好好的 第三秒鐘 就下去了 對 就倒下去了 那當時如果當時 大家不敢去做CPR 因為現在大家也是怕 也是確診的 我要幫你做CPR 嚇死了 但是如果當時 立刻做個CPR 甚至有AED 幫它電擊一下的話 也就是平常我們在節目中 不停在介紹這些步驟 幫它爭取點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活 所以這次會看到很多 就是我們都會覺得 它已經確診了 為什麼會發生在七天之後 都覺得它已經康復了 還突然間這樣子 這東西都是要看個人 因為在我們的觀察裡面 都是很多人都看輕忽它了 它沒有關係 反正感染了就感染了 我回家我照樣熬夜了熬夜 照樣玩手機的玩手機 基本上你被確診 尤其你是發燒過咳嗽過的話 坦白講你真的也在架頭 乖乖躺在那邊休息 但是我們看到一些年輕人 還是積極的就回去 回去健身 趕快讓他體力 因為他休息了七天 後來就要趕快出來了 對 有些老人家也是覺得 沒關係 反正見識上講說輕症 無所謂 我就去看一看 所以殊不知 心肌炎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那有些後遺症 可能還沒有發現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國外的研究 它告訴你說 青少年的族群 本來就容易出現病毒心肌炎 特別是染疫後一到兩週出現那些喘 可是很多的一到兩週好轉之後 還是會突然胸悶胸痛 呼吸困難 肺水腫和心肌症狀 病人相當快 本來就告訴你 所以那一位不幸的高中生 好像可能就是走這條路 其實國外的這個是Lanset的研究 這是國外非常知名的期間 他告訴你確診一週之後 你第一次心臟病的風險 就增加3到8倍 很高 第一次中風也提高3到6倍 他基本上要四週之後 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才會降低 所以要一個月之後才會安全 但是你未來在發生 仍然比一般人高 所以好像是你得到之後 以後得到心臟的問題 就是會比一般人高 其實好像被 好像被種下一個永遠的傷害 剛剛我們在講什麼 心肌梗塞 心臟衰減 又講說新冠可能會胸悶 對 就是他意思 這三個怎麼分 我現在在家裡胸悶 我到底是說我要去塞PCR 還是說我這個心臟有問題 到底怎麼分 沒有錯 這個我相信對一般民眾 這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是 因為有時候連分辨一個心臟病 因為我們醫生都很難 都有人混合掉你知道嗎 對 事實上你看過太多心臟病 被當成什麼 腸胃道 牙痛 背痛 胃痛 是 這些周邊器官的時候 你會把它混合在一起 非常不容易分辨 不過我覺得 其實這兩個可能共有的東西 就包括胸痛 對 因為心臟病會痛 然後我們如果新冠肺炎 肺炎其實也會造成 胸悶也會痛 對 所以這是兩個共同的症狀 可是我想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如果你合併有發燒 這比較像 發燒 對 發燒 因為發燒我們一般的 肝臟動脈心臟病 它比較不容易用發燒來呈現 不過反過來說 你現在就是說你有染疫了 那你身經發燒過之後 並不代表你就不會有心肌 或者是你的血管的問題 就像剛才那個小朋友講的事情一樣 這個病本身看起來 它這個病毒本身會攻擊 我們的心臟血管的外面那個parasite 就是說它的心臟細胞會被它攻擊到 那它上面有它的AC2接受體 那之前研究也發現 它的確有在上面找到 大量的病毒的複製的這個基礎 所以它為什麼可以引起心肌炎 心周邊炎 心周炎 所謂的Pelicatitis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本身都會製造死亡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任何的家屬 家裡人有染疫 其實你要很細心地觀察它 它到底有沒有這些風險 突發的死亡的風險 譬如說什麼時候會發生死亡 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人 其實他該開始覺得有一點喘 不過我覺得這個病毒很狡猾 他很討厭說 他有一個現象是 他很容易入侵我們的大腦 所以他會抑制我們對於喘的感覺 所以之前就講到說有人會快樂缺氧 那其實你如果說產生一些心肌炎 心包膜炎 心臟輸出降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理論上應該要覺得喘 可是因為他又抑制了腦袋的感覺 所以你又沒感覺 他造成腦袋的輕度的發炎 慢性的缺氧等等的 會讓你不覺得喘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突然間就 撐到 叮到極限 一撐倒在地上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中間的確是非常的危險 對 我們常聽的心肌梗塞 還是以胸悶胸痛為主 可是大部分他還是可能會有一些三高 會有些危險因子在身上 那心臟衰竭 其實梗塞很嚴重也會衰竭 心臟衰竭大部分就是喘 我們聽到腳腫 那這個新冠 如果你胸悶又合併發燒的話 以現在快塞還蠻方便取得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你 如果你有發燒又胸悶 還是先去塞一下 比較安全一點點 沒錯 所以大家就還是要更細心一點 像是心臟這些疾病 中醫方面會怎麼樣來做調理 對 像針對如果是因為 你是因為冠心病造成的心肌梗塞 那中醫對於冠心病的調理來看來的話 他認為他的病理特點就是 本須標識 所以本須就是 你本身心臟的肌能已經衰退 氣血營養不足 所以造成一些標識 就是所謂的痰酌 血瘀 含泥這些病理產物 堆積在我們的心脈 心脈不通 那就會產生心肌梗塞的問題 所以我們中醫的調理 是比較在這些平常的體質調理 剛剛說有分虛食 那如果是食的話 就你是屬於痰酌壁阻的 這種體質的話 通常都是形體比較肥胖 然後舌胎比較厚膩 就痰濕比較重的話 那我們去痰化濁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像常用的中藥材 像這種瓜瘤石 半下 陳皮就可以改善 那如果你是屬於血瘀寒寧 這種血瘀寒寧的特比就是 它的舌胎是比較 這個比較是子暗 有瘀點 然後通常這種痛起來都是 我們講的心痛徹背 背痛徹心 就疼痛比較劇烈 那這時候我們要活血化瘀 所以我們常用的中藥材 就是像這種陶仁 三妻單身 都是活血化瘀的中藥材 這是食症 那虛症的話 我剛剛說因為心臟機能不足 最常見是陽氣虛弱 這種人比較手腳冰冷 很怕冷 面色蒼白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補氣 溫陽 在中藥材裡面常用 就大家熟著人生 父子跟桂枝 那如果你是屬於氣陰兩虛 所以氣陰兩虛 就氣不足 陰也不足 這個時候你最不一樣的症狀 就是會口乾舌燥 因為陰虛 然後你也比較容易心悸 失眠等這些症狀 這時候我們用的藥材 就不一樣 我們是用人生 我們用人生虛 然後再加上麦冬跟無味子 這些中藥材 但是還要強調這些藥材 是屬於醫師處方用藥 因為像泡膚子是有毒性的 所以還是大家平常要 讓醫生處方之後再開 不要自己沖泡 是的 除了喝茶飲之外 燕寬老師有一個工法 可以教我們調理我們的心臟 今天要把這個滑陀 神醫滑陀的五情系拿出來 教大家增強心臟 增加全身微循環 那等一下廖醫師也會幫我來補充 穴道跟經絡的這個功效 在我們的手腕大概三指 這裡有一個內關穴 那外側就是外觀 那這個跟我們的心臟 跟微循環有關 是 臥拳聚氣 膝蓋彎曲 在我們的胸口 在彈中這個地方 慢慢地把兩手張開來 腳跟要抬起來 成為一個大字型 然後做輕微的這個燕掌 那我現在就要請廖醫師 來幫我們補充 為什麼要內外觀做這個重疊 那其實因為內觀 剛剛是心胞精的穴位 外觀是三膠精的穴位 三膠主氣 心胞精主血 所以剛好在這個內外交疊 就是讓氣血互相的 補氣血又顧心臟 對 沒錯 好 那再加上這個燕掌 還要再多一個把心門打開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心臟 整個做一個伸展 然後幫助血液循環 特別如果是虛症的人 對 他的陽氣不足 手腳冰冷 那這個幫助就非常大 OK 那所以你看我們這樣 心臟可以聚氣 然後整個伸展 要把腋下打開來 因為心胞精連接到我們的 這個一天要做幾次 我個人覺得十次差不多就夠了 所以當你覺得 好像會有一點不太舒服 悶悶的時候 或者你已經確診的人 那這個是一天最少要做三回合 這個幫助非常大 對 這個工法要特別介紹給大家 因為現在確診者 居家照顧的越來越多了 你因為你已經好了 其實有很多人後面就發生了 不幸的心臟病的事情 所以工法如果是確診者 可以在家裡天天要練習 很多人在路邊突然間 猝死 倒下 或是倒下來 結果後來到醫院的診断 很多都說你心臟肩 突然間停止跳動 那到底為什麼心臟會突然停止跳動 我們廣告中回來告訴你 很多的年輕女生 年輕男生 甚至有一些人到十幾歲 她其實就有便秘問題 她常常會丟給我們醫生的一個問題是 我便秘 會怎樣嗎 排便習慣有問題 應該就只是一個腸道的問題 告訴你便秘可能會影響到全身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軍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好理等著你喔 喔 喔 喔